大家好,前几天我看到新闻说有个小学生在学校遭受霸凌 被逼用剪刀剪掉舌头的一小部分,不然就会被坏学生打 所以在剪下去的那一刻,喝谁了 雪一定流不停,校服一定看到学兽,害者一定哭,老师一定会发现,父母一定会报警,事情一定会上新闻 新闻上讲是被五位穿着面具的同学霸凌,没有其他同学或老师在场 但是今天下午新闻突然间又讲,不是霸凌,是自己剪的 班上还有34名学生跟一名女老师,目睹一切 讲霸凌是他们,讲没有也是他们 算了,我不想管这么多了,今天我是来讲校园霸凌 那些有上新闻的霸凌我们才听得到,但是一定还有很多在发生的没有上新闻 就像我中学的时候就有亲眼看到,坏学生拿着头盔 敲在受害者的桌子上 用比我凶很多的方式问,那把霸凌是要吃剔,还是要脱口 那个受害者就怕到一面流眼泪,一面脱裤子,学生霸凌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是不是没有人教学生怎样应付霸凌,还是学生怕到忘记怎样应付 这么巧,我的观众群有很多还是学生 所以如果你们在学校被欺负,坏学生通常都会警告你,不可以跟老师讲 不然就打你,我现在就教你,你警告回那些坏学生 如果他们敢再欺负你,你就会把他们的所作所为 大大声跟校长老师讲,跟爸爸妈妈讲,跟同学朋友讲 写在Facebook跟全世界讲,讲是谁,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怎样欺负你 看那些坏学生还敢不敢靠近你 如果那些坏学生是像新闻这样戴着面具的,就更容易对付 他们会戴面具,就是怕被认出来,所以你只要拼命把他们的面具扯下来 他们就本冒这个闲来欺负你 我们做人就是要有原则,如果别人触碰我们的底线,我们就要懂得反抗 要不然那些坏学生一定得寸进尺 可能今天只抢你零用钱,让你吃不饱 你不反抗,明天就会抢你华文课本,让你没得读华文 你再不反抗,后天就会抢你的身份证 别人还以为你是中国,还是印尼来的 最后谁辛苦,自己辛苦 当然,问题的根源是在于那些坏学生 要是有人能让那些坏学生明白,霸凌是多么肤浅的事 可能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 今天,你欺负这位同学,这位受害的同学就会永远记得你 你欺负他那时候,大家都还是学生 彼此的将来,都还是未知数 要是日后有一天,他出人头地飞黄腾搭了 你会不会内疚,你会不会后悔,你会不会惭愧 好,不讲受害者,就讲其他学生看你的眼光 在自己眼里,可能会觉得自己像电影里面的黑社会老大 不过在别人眼里,你只是问题学生 知识分子,负面性人物 日后有什么合作机会,有什么财路 他们的人选里面,一定不会有你 为什么有的做好人不做 何苦,要断完自己的良缘 即使赢得到那表面的威风 或者为了抢那一点零用钱 但是只要受害者会上诉 火,很快就会烧到自己身上 还会丢完自己父母的脸 如果真的要威风要赚钱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好好读书 毕业过后如果做不成医生律师工程师 至少还可以去做政府秘书 自然会有一大把刨车可以威风 还会有一大把花不完的钱 所以如果你们知道哪一位学生在学校里 时常欺负其他同学 把他们的费数过大概留言下面 因为你是在帮他 这样我才有机会教他们只要更威风 只要赚更多钱 谢谢你们 temperature 身体体比较是一样可适的 成为不尽的 手术 中文字幕 制作 感谢观看